最近呢有一位你直哥的女粉兴奋的跟我来讲啊 抓牙直哥直哥我要脱单啦 对方哪是网上认识的 人在三亚搞沙漠绿化 家里有矿一里巴巴 我叫他酸菜 他叫我翠花 嘿嘿嘿 他还告诉我呀一起奋斗去网络平台赌博赚大钱 再来呢你要是上钩的话就被当作猪仔了你知道吗 典型的套路啊俗称杀猪盘 专门针对单身女性 这个套路呢基本是这样 先呢是诱导你下载各类交友的APP 这俗称叫猪卷 然后呢假装网上和你偶遇聊得还特别投机 然后迅速建立恋爱关系 这叫养猪 而这培养情感的话术都是有剧本的啊 这叫猪饲料 这屠夫步步下套最终把你养为你以为收获了爱情 还有可能赚钱的机会 其实呢是进了人才两空的屠宰场 这进到屠宰场里面 接下来呢就是各种纸最经营的网络赌博 让你充值啊 什么赌球啊 棋牌啊 赌鱼啊电子竞技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 而这位女粉呢 不好说歹说 算是给他劝住了 但人已经花了五百多 而直哥后来查了查 真实案例是有人啊 前前后后一共充值了超过五百万的 最终呢网站没法提现 钱全部打水漂 但这爱情从来没来过 很多男性假人们不要笑啊 这男的更容易上当啊 撩你半天 说不定跟你聊的 是不是偷脚大汗呢 那有假人就问了说 哎呀你看这网络赌博啊 哎为什么坑的总是那些用户呢 哈哈哈哈假人啊 这网络赌博的组织者呢 目的不就是啃你钱吗 等你反应过来 这是一个局 人早就网线一掐 人间蒸发 另起炉灶接着骗 而且呢 这组织者一般不做庄 只收平台费和佣金 不管谁赢谁输 他都赚 再来说了 你以为在平台上是玩概率是吗 其实网络赌博平台的程序 是可以随便改的 这组织者一看 没有你要赚钱了 改一行代码 你就完了 还假不假 是过来安慰你那款 哎不要怕 只是运气差 再来一次 说不定就可以赢了 但问题是 有些假人们头疼 还真的会信呢 那有假人又说了 哎那我擦亮双眼 不参与不就行了吗 哈哈哈哈 假人啊 没上党之前 大家总觉得自己是最理智 可问题是杀猪盘 也在与时俱信 这套路层出不穷啊 你搞电商是吧 他搞娱乐购物 你抢红包是吧 他搞压住抢发红包 你直播带货是吧 他直播带赌啊 各种防护身份 更何况呢 这组织者张嘴闭嘴 说什么一分钟 让你赚个好几万 动怒手指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还真是让有些人 看了就心动了 那最后呢 听家荡产 叶高利贷 精神全面崩溃啊 所以网络赌博 目前已经成为 我们社会上一个新的毒瘤 所以假人们 接下来好好划重点 网络赌博是违法犯罪 拿出小本本 赶紧记好 那有假人又问了 说 啊 你不早说 哎那我这些亏的钱 能不能索赔或者追回呀 怎么说呢 做梦吧 组织或者是参与网络赌博的 都是违法犯罪啊 假人 所以 你要做的 就是发现就举报 听到没有 真正台信心路行 记得点赞加关注